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Yo 是队长 今天来拍点不一样的主题 来介绍一下我最近录手 觉得算好用的吊具 这边 这里 这边都是 那一个一个介绍吧 先来介绍 好了 第一款 這一款 這款是 Short catch 俠客去的T尾 T尾魚 這個軟床三吋的 這個 便宜還蠻好用而且 一包裡面還蠻多隻的 最近都拿他來釣 黑格石斑 紅草都可以用得到 連呆呆也可以 嗯 他的 他蠻耐咬的喔 不太會壞 然後泳汁也不錯 他上面的亮片 裡面有些 他有些顏色裡面是有亮片的 那我這款粉紅色我覺得粉紅色這個 蠻不錯的 對這個一包好像八十塊吧 在那個 鏡頭跟咬魂的 下體都買得到 第一個 然後再 像是跑去魚拓逛 然後看到他有 一些 大使用的軟空在特價 買了這幾款 這款是 他的Zipper 拉鏈充 Zipper1 4吋的 慢棒床 他最近有在特價 買一送一 好用這個 然後是這個 關刀尾 用關刀尾啦 這已經有用一些了 這些都是我已經在用的 所以看起來包裝破破爛爛的 你要放在包包裡用 對 不錯 又便宜 那 下一個 好這個 夾口的 夾口的Riserback 007R 最近被叫做神兒的一款 還沒用 買了還沒用 因為好貴喔捨不得用 嗯 超強的耶 他是 他算是Mino吧 8.2克 7公分長 那他是 Sinking的 也變成你是要把它捲上來 然後他的舌板是往上 拆出來給大家看好了 還沒拿出來過呢 這款 我買的這應該是 應該是一枝花的顏色 這在溪流應該蠻好用的顏色 他的反光真的很厲害 這樣應該看得到反光 那個會變色的反光 他是Sinking的 他下去之後 然後抽是往上串 他往上串 像魚在串陶 應該蠻厲害的 還沒用過 找時間再去用 最近買的就這些 有覺得好用的顏色啦 就這些 然後 再來介紹一下 好線好了 對不對 這款 Okuma的 魔鏡 會推這款 這款很新出的啦 那他是 綠色的 綠彩色的 綠色的線 如果要透靈也是可以用 因為是 墨綠色的 在一些水色比較 沒那麼好的水色的時候也可以用看 這款線的優點 就是 這個包裝是200米的 200米只要600塊台幣 1米3塊錢 對新手 或是預算不高的 人來說 想買PE線 這款不錯 對 拉力也不錯 拉力子不錯 OK 這樣 八股到最 重點是八股的 他是八股編織 耐用 耐用 OK 那麼 好 再來介紹 一些 裝備好 那這個 穆斯達的 魚夾 空隙器 還有帶 帶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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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功能 帶磅 帶磅 功能 可以量魚狀 然後蠻長的 夾魚 蠻好夾的 只是還沒遇到大霧讓我夾他啦 對 期待他派商用場的一天 好對 這是上次參加穆斯達的 算是比賽吧 拍影片的比賽 的獎品 好廠商 佛心廠商 不錯 然後接下來是 包裝備用弄不見的 也是穆斯達的 他的一個 速扣別針 我覺得超好用的 因為包裝不見了 包裝不見 我到時候應該會放在這邊 這邊會有包裝的樣子 他會長這樣 這麼小的東西 看不到 好 一般我們用別針 都是 大概這種型的別針 一般我們平常是用這種 這種型的別針 這種別針 那你要換我的時候 你都要把它 推開來 推開來把耳掛進去 然後再扣起來 那這個不用 這個你只要把它 從 這個地方 看不看得到 這個地方 穿進去 根本不用什麼費力去把它 彎開 然後他的拉力值也蠻強的 我最近都在用這個 最近去巴黎那邊都在用這個東西在 用了 好 接下來 OK 接到這個 因為最近在 有點在有 有在跑船掉了 所以 就是最近有在跑船掉 那會看大家都有一個工具想可以放一些什麼鐵板啊 比較方便 所以 以前 在玩市區車的時候 不要被遮住了 以前在玩市區車的時候 就買一個 Tamiya出的工具箱 那這工具箱跟民邦的VS7070一樣 一模一樣通款喔 我想是不是 民邦幫他代工的 對 裡面的功能一樣 打開是這樣 裡面已經放了一些 攝影器材跟一些釣具在裡面 Sabiki在這邊 這邊也可以放 放到可以 這邊可以放東西 對 重點是 不是這個工具箱 重點是這個 重點是這個 民邦的 BM230 對 就是一個乾架 就可以把它掛在這個 工具箱旁邊 這工具箱旁邊都有這個 這工具箱旁邊都有這個擴充槽 你把它裝上去就可以了 就是 沒有在掉的時候可以把它 放著 然後還沒裝 現在來裝吧 看一下要怎麼裝 看一下要怎麼裝 要先放這一個 T字型這個引擎 要放哪邊比較深 先把這個拆下來 這個 把這個拆下來 就沒有卡出來 拆下來 拆下來 然後 對著 它 然後 它有附螺絲要把它鎖起來 螺絲幾個都鎖起來 就螺絲幾個都鎖起來 對 對 在說時候以前玩四驅車的時候 對 也是跟教練拓野在玩 這是我們的車叫CZMB CZB的前身 真的 OK 鎖好了 然後 欸 它好像要先裝腳架下去喔 沒關係啦 裝得起來就好了 OK 裝好了 扣上去了 可以頂在這邊 最後再把 裝 扣上去 OK 搞定 然後裝好了 登將 裝好了 好 就是這樣 OK 手放的桿子 那支桿來試試好了 試一下 太厚不掉 挑桿 OK 最後 最後呢 再介紹一個 相機都歪了 最後再介紹一個 這支 捲線器 不是 不是這個捲線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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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個 這支 新買的 Box乾 對 對 Daiwa的 Black Label 黑標 它是 Fast Moving 它這支是一個 碳纖波纖的混合乾啊 它的碳纖維含有率不高 它這支型號是 BLFM 6101 LFB 然後 6'1 的 對 它是 L的乾 那它 這麼粗一根 它比起來是很粗一根 因為它是 波纖維主體 然後碳纖維X45的編織纏繞上去 那樣子 它是 做 玩crank 桿子 在潛水層的 潛水層用 那這支 日幣換算台幣 原價大概要七千多塊吧 那剛好去TV逛了 Tacoberry 的中古區看到這支 很便宜的價格 對 大概三分之一不到價錢 就買到 不錯 而且品項超新的 真的 日本人的中古貨都很龜毛 很新 對 那麼 今天介紹大概是這些東西啦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推薦東西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 那如果覺得不錯用 那我也會拿來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也可以到Facebook的送你CG 並頻道會 我是志願掌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